与鲁妹子为何夜游海边 狂奔女子为何惨招蹂躏 女鬼为何夜半陪睡 在事情的背后是奸情所致 还是歪歪的太多 请收看即将为您播出的 这是什么鬼之灵童 大家好我是小姜 一个爱看鬼片的僵尸 前几天小姜我带大家看的 都是外国的恐怖片 咱也见识了外国的狂野寿司 喷鸡尸的老太太 还有恐怖的杀人娃娃 接下来小姜就带着大家开启国产 自己吓唬自己的恐怖模式 带着大家看一部 做梦都能把人吓得够呛的恐怖片 林童 这乍一看片名 还以为跟啥阴阳眼有关呢 不过各位鬼友 你们要是这么想 那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咱导演哪能让你们就这么猜到啊 这部片子和片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接下来小姜就带着大家 一起闭上眼睛 在心中默念 这部片子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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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个观念在心里扎根 然后一起睁眼来看这部恐怖片 林童 午夜在海边 一个摄影师为一个巨乳妹子拍照 边拍照边说 最近这附近有个妹子 刚刚跳海自杀 来吓唬巨乳妹子 摄影师发现 拍的照片中就有一张灵异照片 这都给巨乳妹子吓坏了 是直往摄影师的怀里钻 臭不要脸的 还耍流氓 对就说你呢 别以为小姜没看见你那猥琐偷笑的嘴脸 画面一转 路虎男开车经过一片森林 看见了一辆灵车 而恰好路过的那段路正在下雨 车开没多久 一个妹子全身湿漉漉的向他求助 问能否载他一程 路虎男是爽快的答应了 并好奇的问着妹子身上怎么会这么湿 大哥你瞎呀 那外面干他下着雨 妹子身上又没带伞 你又不是没看见 想找点画戏勾野妹子 也找点有内涵的呀 你应该问他 六块钱的麻辣烫吃吗 师生妹请路虎男 载他去附近的一间寺庙 过去老妹 你这不约还要出家呀 还是你觉得他一个男人不够满足你 要一群才行 随后路虎男将师生妹送到寺庙 不过老和尚说 天色一晚 寺庙已经暂停营业了 师生妹就对老和尚撒娇 希望老和尚可以收留他们一晚 哎呀老妹 你这么大的事就自己决定了 你倒是问问路虎男呢 人家还想开车回家呢 还是老妹 你想在这佛门清静之地 就把路虎男直接拿下了 晚上路虎男睡觉做梦 梦见了一群人 正在强奸一个白衣妹子 路虎男从梦中惊醒 哎怎么不是寺庙里 而是在家 随后他到卫生间去洗脸 他发现水龙头里 放出来的不是水 而是头发 头发缠住他的脚 他的脖子 哎呀妈呀路虎大哥 你看你这表情 也不是害怕的表情啊 这明显是便秘拉不出来 憋得难受的表情啊 正在路虎男便秘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女鬼 掐住了路虎男的脖子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 大哥不怕啊 这正是俺们地府的便民服务 这些夜游的女鬼 如果在晚上发现谁便秘 就会上来帮他们疏通 他掐着你 吓唬你 是想让你快点把屎吓出来 你们上边不是有句话说 吓死了吓死了吗 这就是帮你把屎吓出来 正当路虎男快被吓死的时候 他突然被惊醒 原来是做梦啊 可惜了那么个大美鬼上门服务了 随后睡不着的路虎男 就到大师的房间里去听取佛法 第二天路虎男陪着师生妹游玩一番以后 就将师生妹送走了 在师生妹走后 他回味着和师生妹一起拍的照片 却发现拍他的照片上面有一团白影 他以为自己见鬼了 来导演同志 你是不是对俺们鬼一点常识都没有 不知道俺们从来不在白天出来的吗 为啥不在白天出来呢 因为对皮肤不好啊 这晒黑了以后在晚上出来吓人 你说谁能看见俺们了 路虎男回到公司 问秘书他是不是憔悴了 哎 看这个兄 你不是开头海边穿泳衣拍照的居主妹子吗 你也挺辛苦啊 白天当秘书 晚上脱衣服 但是路虎男的好友摄影师却说 那鬼影可能是通过拍照技术产生的 摄影师还展示了 他前几天拍的居主妹子的那张灵异照片 而居主妹子却说 路虎男最近的气色确实很差 摄影师却说都是让居主妹子给累的 哎 你这话说的不明不白啊 这到底怎么给累的 用哪累的 你倒是说明白了呀 路虎男回到家 发现前妻回国了 还要在自己家里小住几天 路虎男很生气 在一个人喝酒的时候 她的前妻围着一斤 湿发浓妆的就坐在了路虎男的旁边 是不断的往路虎男身边凑 而路虎男却不买账 哎呦 这去过一回寺庙以后 人就高大上了不少啊 女色面前可以面不改色呀 而路虎男的行为却激怒了前妻 她责怪路虎男 得到她父亲的全部身家后 却不履行照顾她一辈子的承诺 扬言要看路虎男遭到报应 大姐你这变脸也太快了 这明显是欲求不满打击报复啊 路虎男晚上在家里打开电脑 看着那张诡异的照片 正在疑惑那个白色的身影到底是什么 她决定在房间里再次拍照实验 哪知道拍出来的照片还有那团白影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 你这是启动了鬼界的半游出台服务了吧 要不她咋白天黑天都跟着你呢 你看就因为白天也跟着你 都有点晒黑了吧 正在路虎男害怕的时候一声大雷震天响 把他们家的灯都给打灭了 这时路虎男的房间里却忽然想起了恐怖片 山春老师中的经典名曲 把路虎男都快吓尿了 是马上拿起锅经念了起来 我说导演统治啊 咱恐怖片不会拍就瞎拍呗 何必抄袭呢 你确定放了个恐怖的曲儿 弄了个这么滑稽的画面 俺们会害怕 你当俺们都是山炮啊 第二天被吓坏了的路虎男在公司睡了一觉 看路虎男如此疲惫 他的小伙伴摄影师就劝路虎男一起去一个叫大雷岛的地方玩 最后路虎男和摄影师还有剧主妹子一起去大雷岛度假 在汹涌澎湃的波动当中 两位男士玩得很开心 晚上在泳装派对当中 路虎男竟发现了师身妹也来了 师身妹也很开心再次见到路虎男 两人都很惊讶这种缘分 彼此在心底暗生情愫 晚上路虎男和师身妹在沙滩伴着月色漫步 而摄影师和剧主妹子俩人在浴室里拍起烟照来 想知道这个妹子的胸围到底是多少吗 想得到更多妹子的私房密照吗 那就马上拿提手机 微信搜索你妹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林克脑岩所 输入关键字密照 记住一定是密照两个字 即可得到这个妹子的私房照片哦 摄影师和剧主妹子拍着拍着 就在浴室里玩起了尸身诱惑 这路虎男一看 咱也不能输给他们俩呀 虽然咱胸没他们那大 但姿势上可不能输给他们 他们竖子来咱就横着来 他们俩人在海边的帐篷里残眠许久 渐渐睡去 在半闷半醒间 直见路虎男突然睁眼 哎呀妈呀这是什么鬼 这昨晚躺在我身下的也不是他呀 路虎男还说出了女鬼的名字 我说大哥你也厉害啊 就他那副鬼模样 你也能认出他生前是谁啊 小姊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画面一转突然回忆起了 当初路虎男与女鬼的一切 我去导演 这不是世神妹吗 咱剧组就这么缺钱吗 再请一个女演员就这么困难吗 要不把我借你 我比他更像鬼 从回忆当中我们得知 原来路虎男和女鬼曾经打算一起私奔 然而路虎男却没有和他私奔 而是娶了另一个女人 而伤心欲绝的女鬼 在路虎男的新婚之夜 被一群男人给强奸了 突然路虎男从梦中惊醒 伤心过度的他 回头看见世神妹 枕边有一个日记本 里面写着女鬼的名字 还有女鬼的照片 路虎男吓得是飞奔而出 然后他又惊醒了 去发现还在寺庙大师的房间里 你妈这是什么鬼 抄袭完山春老师 这又抄袭盗梦空间了啊 也不怕这外国导演来告咱哈 能有点创新不了 路虎男问老和尚 这到底是咋回事 老和尚回忆起当年 原来当年路虎男和女鬼 曾经来过这里投诉 而后相恋相职 不过当时路虎男 已经定下了一门亲事 迫于家族的压力 不得不答应和富家女前妻的婚事 他和女鬼就约定一起私奔 可是路虎男在约定私奔当晚 也就是新婚当晚 被美貌的前妻所吸 选择和美丽的前妻动访 而此时女鬼在赴约途中 被一群流氓糟蹋了 老和尚还告诉他 刚才那一大堆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女鬼和世神妹就是同一个人 并告诉路虎男 因为他对女鬼 也就是世神妹 怀有深深的愧疚 而躲在寺庙不肯离去 其实路虎男就是老和尚 而老和尚就是路虎男 路虎男却因为内心的恐惧 接受不了这一切 这你把不止幻想症 还有精神分裂啊 完了 这又摆下一个高福帅 就这样影片就在这 庄严的佛像的注视下结束了 这真是俱辱贫辱多过脸 女人都穿一点点 女鬼都没见紧面 只是想的多一点 做梦一梦套一梦 清醒还是在原点 气氛为何是如此 才知时间已走远 好了各位看官 今儿到这儿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拿起爪机 微博搜索林科脑眼所 微信搜索 你们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每周各种中口奇葩鬼片 熊来袭了 咱小果咪要躲一躲喽 来了个白 蹦蹦大 小姦我也躺下了 没事下来找我玩了